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呢 我能讲的我自己的智慧呀 然后就 这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而且时间也很有限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选这个 这四位 寒藏持续体系中的四大成就之之间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要看一下 寒藏持续体系 当时因为毕竟这里是一个学校 不是佛教道场 来天的人 寒藏这个主题的人 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实行佛啊 对佛法有特别怎么样的一个 没有这个要求 但是我们经常有时候 文化和信仰混合一态 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佛教相关的很多的东西 在华人的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佛教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利器 所以我在悉尼经常跟华人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经常说你们可以不要信佛 但是你们一定要动着自己的传统文化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的 我现在说的是文化中国啊 你们的课文者说的也文化 所以这个文化中国的 中国的文化 有三个制程 最主要的三个就是 道家 释迦 还有什么 儒家 儒家 这三个 对不对 所以呢 实战莫尼佛的思想 后来 成为了佛这个 这个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不是说说全部 我们竟然可以讲的 科广业生 不要再夸张 也没有必要 没有好处 所以呢 传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传统文化呢 当然有面经啊 习俗啊 喝茶啊 什么饭桌啊 有各种各种各样的 文化的定义也讲的 当然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要分析文化的定义的话 那可能在你们来做 我就是 没办法用太多的 用相当的概念去分析太多的文化的定义 因为这个文化的定义 确实是非常复杂 但是呢 文化我们可以说是有两个字面的 一个是无耻 无体 看起来是这种 我们能看得到的这种轰卦的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是精神的文化 所以这个精神文化 里面就是知识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个知识 从知识的角度看的话 本身就是 佛法是一个知识 尊治也经常说 佛法有很多佛法的这个 比如说 知识 佛法的科学 佛法的这种 修行层面的这个一个宗教的一个教度的一个佛法 所以呢 这个知识啊 这些呢 就是我们是 米格伦可以去搜尾的 在西方的很多的学校里面 他们不是未来要弘弘佛法 但是他们知道佛法的这个内容是一个知识 而且至少是这个知识的那一部分 他专门就是拿来 然后就是放在他们的课程里 在悉尼大学啊 在这个 在这个 我现在住在澳洲 也有很多的学校里面 确实有这个佛学课程 所以呢 这些佛学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更想了解佛法的知识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主要是知识的体系中的 知识的体系 为什么呢 曼拉尼巴有非常独特的他自己的见解 灰能也有他非常独特的自己的见解 龙青巴大师也有自己的见解 老子不用说了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三位呢 都是佛教界的 都是佛教界的 可是这个当中 我也想这一步的说明一下 灰能是 汉川佛教界的 代表性的一个历史人物 你们都知道灰能对吧 可能知道吧 所以这个灰能 它是 它是非常传奇的 特别的一个传奇人物 我当时这里翻译这个六祖探戚的时候 后来我写了一个 关于六祖探戚的一个作品 那个里面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 无论是日本 中国大陆 台湾 这些方面的 对于六祖贵能的评价 那他们说什么呢 六祖是中国版的释迦摩尼佛 我跟有人这样说的 不是一般人说的 中国版的释迦摩尼佛 是这样的 有时候 因为我们西藏也有 藏人自己的一个傲慢 因为我们的佛学院里面的这些 知学体系啊 学习系统都是非常棒的 可以说是整个佛教集 可以说是第一名 这是我也承认的 可是同时觉得自己最了不起 很好 那个时候我是有时候是故意的 有时候我也希望 大家 虽然自己的好 但是不见得别人的不好 是吧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们觉得连华山大师非常了不起 非常非常的殊胜 他是第二佛 可是我说 西藏整个人口 加上喜马拉雅山 加上武当山区 加上武当 加上蒙古 所有连华山大师的信徒 基本上不超过一亿人 加上少数的华人 但是我说 慧能的信徒不得了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 四亿人口 或者在外面的华人 还有韩国 日本 越南 他们都通常加进去的话 有多少人 他们当中 几乎所有人知道慧能这个人 再加上当中 很多人确实是对慧能 比如说一些厂师 他在佛陀的资砖 那个佛陀砖里面 就是应用了大量的慧能的观点 我当时 他办一份藏文的时候 我们在读的时候 发现很多 尤其是专门描述佛陀 称佛的那个过程的境界的时候 他就是用那个慧能的这个 六祖坛的第二句里面 一证一切证 这些 直接用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 就是用这个 主要是 我个人的节目 一证三世 讲这个佛陀 成佛 因为一证三世 是一个温序方面 非常非常厉害 他讲的方式 和别人讲的方式 比一样 他描述这个佛陀当下 植物的 那个殊胜证的 植物的境界的时候 他在讲的是 非常非常神动 非常有意思 读起来 不想读 读一个秩序的东西 而且就像 读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小说一样 在那个时候 就是一系列的东西里面 主要很多都是用 参照的东西 参照的东西 而且直接用 探经的这些 再加上 莲花微笑 当然不是 那个 探经特有的 一个讲法 但是他也专门 莲花微笑的 这个扎实尊主的公案 也滴入在他的佛陀专业里面 因为一证三世呢 他参考了 七十个不同的佛陀的传记 和相关佛陀的 这样的 巴黎文 还有幼文的 中文的 然后越南的 后来他就是写出他的精髓 以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风格去写出来的 那里面呢 我发现这个 这个灰难的印象是特别大 所以灰难这个人物呢 我们首先一定要认识他 所以这个灰难为什么这么的 独特 这么的特别呢 因为我最近其实在翻译这个 这个大漠的一些著作的时候 当然灰难的这个思想 主要也是来自于大漠的思想 因为大漠是来中国传这个 传众 然后传到第五人 叫做红人大师 红人传给六祖 那这个就是六祖大师的 菩提供俗 本来亦无矣 那句你们都会念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有名的 代表性的 也就是这个 当时灰难大师 靠上了六祖的地位的那个时候 他的著作 也不能说著作了 但是他当时是写在一个墙壁上 当时实际上是 这是一个 一直以来 大家浪浪上口的一个 他的这个 六祖堂经历最重要的 无相诚 就是那句 所以呢 六祖堂经历 会能降的最高的经节是什么呢 无相 无相 无就是有无的无 相就是 什么相 相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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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是 会能的 境界 但是老子 其实我不太敢说 老子的境界在哪里 我也没有任何标准的答案 今天我也想多听你们的分享 但是我知道了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简单 那我也看过老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字的思想和佛学有没有关系 老字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的 当然基本都我也看过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以现在的上述部的这个佛理的思案发来说 老字和佛徒是大概就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所以非常非常古老的 老字和佛徒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所以这些对有些人的讲话可能是比较新的概念 但是老字和佛徒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佛徒呢 那以现在的这个历史学家的这个观点来说的话呢 佛法呢还是印度中途的一个比较 比较校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宗教 可以说 因为阿语王 从阿语王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就是变成这个过激性 你那个时候上国际学家的那个时候 从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跨越了印度这个本地 然后就是穿到国啊 这个可以这么说啊 那蓬朝啊那些时候呢就是已经是佛教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最大一个宗教 但是呢老字的那个年代呢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佛教 这个在中途呢那个时候叫中途是吧 中委员没有人知道所谓的佛教 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刚刚开始的 可是呢会议人的不是老字的这个道德经呢 德道也好道德也好 反正这次道德经呢 它就是有这个中国有八十一瓶的吧 八十一长或者那个瓶长 那这个八十一瓶长的比较浓缩 这个其实很简短的 但是它的印象呢就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所以呢那个时候它怎么协助这样的一个 直到现在 我这边也有一些 嗯 我应用了几个这个祖国民的这个人物的说法啊 其中一个叫做日本的一个学者 他是日本的这个诺贝尔奖德主 扬传秀书是吧 大概是这样 他呢就是说老子在两千年前 已经有一个超然的动察力一样 我记得中文的原文里人写动察这个字啊 我这次认为了 他就像用一个伤症的关系一样的 他像一样的痛法一样的 预测到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的文明的各种毛病啊 他有一个就是用佛教的说法来讲 他就像用一个不可思议的神通一样的 他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的各种毛病 而且他知道我们人类的最后的命运 他就这样说 他记得我这边这个游戏 但是不用你一个去念 还有一个德国总理 他说我希望你们德国的没加密乎有一本老字书 是这样说的 我这个人没有认识名字 全部都有 还有我这个当时呢 因为又要介绍给这个藏人嘛 所以就是这个藏人不知道老字是什么 人道德和道德经的差别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都没有接触过 不是他们本 这是还没有接触的 所以我说据联合国同级被一场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第二组织民族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织 所以我好像没有信到教科文组织了 但是确实是教科文组织 第一个是什么呢 神经第二个是老字 而这神经是全世界每天在发啊 我前天晚上住在这个旅观里面 我打开主题里面就是神经 那个叫做神经 他们很积极地在穿嘛 我们佛教比较拜登 佛都有缘神 我们也介绍 人家不一样 人家非常积极在发 而七一七二十世纪呢 他们用政治的力量 经济的力量 各种力量 也和政治的 还有甚至政治的这个目的 这个一个通知的那种思想 都一起放在里面 可是脑子没有啊 我们说中国大陆呢 最近就在很整大了 OK 他们要什么 外国要建空子学员 但是他们并没有建老子学员 你知道吗 政府并没有帮忙推广 但是它已经变成全世界的第二大 这个翻译外文的这个民族啊 都做得住 为什么 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利益 的智慧 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这也可以说明一切啊 所以今天我也讲不出什么老子的思想 只能讲故事来 启禀大家啊 所以老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这老子这个里面呢 比如说道科道啊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那种观念 后来我就是慢慢就是一直在想 后来真的是我也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一头五水完全看不动 但看不动为什么要翻译呢 这有一个缘迹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 2020年 疫情刚刚开始爆发 疫情正在爆发在这个武汉的时候 总是仁波西得这个悉你弘法 那我请仁波西我们卫伦办这个 这个年式七山七庆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始的讲座 荣博基那个时候跟我说 你贴上带有什么打算要不翻译 我说我没有什么打算 我想翻译一下那个勇家大神的真道德 我自己很喜欢 我其他没有什么想法 荣博基说你要翻译了自己 这是这样的元气 那个时候我一开始不敢答应 我对老子没有任何研究 那六祖坛间相对呢 其实六祖坛间产传的很多思想 和藏传的很多思想是相似的 都是佛教的 然后就是彼此可以有参考的 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 就是说还是有佛教的一定的 这个月事的企图的话有帮助 那老子不能以佛教的思想去翻译他 因为他毕竟不是佛教 他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思想体系 这个是必须要尊重的 所以我后来发现老子其实也不是刀教 OK 这个可能有些上次有一个留言说 有一个刀是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我的Facebook上 我说不好意思 老子不是刀教 只是后来刀教 用他作为奉承自己的最高经典来 然后就是这样 就是天然的刀教是老子的分子嘛 真正的当时的老子没有任何 我说的没有关系 一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天然的刀教不是老子发明出来的佛 不是老子的这个创世处 创世的一个东西 这是后悟民他们就是老子去那个牛啊 都是后来的这个刀教里面做产生的一种发展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和老子到底有没有冲突 应该不会有什么冲突 反正老子的这个真正的思想的境界是真的是波罗万象 所以那就是真正的一个踏着着的境界的话 你有你的解读 我有我的解读 你不能说你的不对 我的对 就像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品一样 是吧 所以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老子本身是已经超越了某个宗教体系的 这是我的发现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所谓的无畏的境界在哪里 但是我知道老子的无畏的境界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一个养生啊 一个一般的这种万民的一些我们是说这个天然 类似这种一个概念 他的这个自然和无畏的境界 有无和无的这个概念 当然我知道这个道教体系里面有一种说法嘛 但是他的真正的这个思想体系呢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接近这个佛教的思想 但是我没有直接证明 因为我自己的境界我永远达不到脑子的 那我看到了别人的诸见呢 我只能用来参考 你们知道吗 我在维尼北克里面 就是看那个脑子的时候 他脑子的时候啊 脑子的这个朱节啊 这个脑子的朱节都有神节 已经超过一千 一千的朱节 从唐朝还有更早后期明朝过晚 我们不说现代的学校里面这个研究的东西 已经有这个生前的这个他的朱节 确实的 这是这个确实的 我觉得应该是唯一的 正常的像龙苏菩萨的众观各门会论 当然是很了不起的秩序 可是他的朱节多少 等到不到一排 不到一排 但是就是 这就是若果邦仙巴大师 我说 麦拉尼巴的大师 他们那些这些思想的体系呢 就是 还是 在超越 就是在这个佛教的 某一个范围内的 一个思想 所以这个不代表他们都不好啊 这是讲 老子的这种呢 直过一来就是 每次大家都在唐 大家都在重复 大家都看似是很简单 但不是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就是是 映射入下去的时候 永远都不完 永远解释不完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也根本不知道 我们要谈老子的话的 从哪里开始谈 所以我这个里面 细续的时候 非常严格的说 我这次翻译的就是一个基础 我自己的一个 这个所了解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反译 我希望 就是有一个 这个 现在年轻的很多藏人 中文非常厉害的 他们再重新反译 然后推翻了我的很多 就是要纠正我的很多都聪明 因为这是必须要的 所以我现在经常看到 有人在开始看这个老子的 他们目前没有任何具体说 哪里翻的不好的 但是有人开始说 啊 道德经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非常开心 因为这是一种 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开始 不是风景 一个开始 是吧 一个开始 而且老子的这个版本 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版本 那个也是当初我翻译的时候 让我最统统的 我也看到最原始的那些 摩坚里的这个出土的那些 最早的这个好像是这个 这个川球战国的这个摩奇啊 那个发现 都我有看 但是第一看不动 第二我不想看动 为什么呢 我现在还是先来用那种流通版 我就是尽量翻译 这些一本的茶医啊 这些事情就六百后 其他人在自己做 当然 我都做不到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当时也看了很多 尤其是 我当时在台大有一个我的学生 当时台大只学习的研究生 现在已经毕业了 我专门 叫他 能不能在台湾记 你们那边 打听一下 哪一些都结合研究都知道 最好的 他就是一箱 老子的这个书记到信 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台读社算是真正的 后来我宣了两个 作为这个翻译的人 陈不云和刘小干 这两位 我后来看到一个 就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的解释 就是对我 就是吸到最大的帮助 还有一些有交对板 一打的 看起来解释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 他不是我想参考的 他们两个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 他是一个工人的权务 我不知道啊 至少我收到的资料里面 我们叫做台大哲学系的大老 我现在对了 这是我当时参考的一集 大老 他们两位的这个著作 我是基本上是找着他们两个的解释方式去翻译的 是这样的 嗯 所以那个里面我就是 另外一个 我用一个 你们是科学研究的 我用科学的一个说法来讲 我有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据 他和佛教思想不相迷的 两个间接的证据 是什么 三个间接的证据 其中一个是通常的时候 周末老师也有为这个老子谢过一个他的诸实 后来失传了 但是呢 非常明确的 这个历史学家 他们是工人的 周末老师 为老子谢过他的一个诸实 对 有的 是的 这个是你们要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 有的 有的 周末老师不会轻易碰这个 崴岛或民警或一个普通的一个东西 专门为他做主持 这是一个 我觉得他的思想呢 就是很有意思的 他就是看得上了才就是做这个中间 另外一个间接呢 他叫突棍 突棍入武器 突棍突棍 他中文叫什么呢 突棍的 中文的这个名字叫做 张文叫突棍尊大 就是一个格鲁派 你们知道庸家大师吗 不是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在台湾的 张家大师是他的 应该是第三师设施 不知道啊 他的前面的这个 一张专事制度 有一个叫第一师 二师 三师那种说法啊 你们可能也许不知道 他们都知道啊 所以这个庸家大师 张家大师是非常有名的 那个是一个秦朝的一个国士 对吧 他自己的国士 他是西藏传国家的大师 他带过乌太山 他带过北京 他那个时候还写了乌太山的 关于乌太山的一本著作 就是很有名的 有翻译成中文的 有中文版 也有中文版 文术岛城的一个大墙 就是墓鲁 实际上是 就是有整个写 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身体的细节 他的弟子就是 图根 图根也是去韩迪奔弘 非常有名的 他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 他有一个世界的佛教士 世界佛教士 实际上是 他在写全世界的佛教历史 当然那个时候世界里面 包含了亚马拉 包含了蒙古 包含了这个 韩帝中国 当然不用说是印度和西藏 其他那个时候没有西法的概念 那个时候 他在里面写韩传佛教的 非常详细 他里面写了 不是这些佛教 写佛教 还有写了道教 还有这个写了这个空子啊 相关的这些其他的 都有写 这个里面他写道教的时候 就是写到老子 写老子的时候 老子的思想非常了不起 他那个里面 早已老子和孟子庄子 都有提到了空性的感应 那个叫什么 这个窝的感应 元气的感应 都有写 这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 这些都是 你们都会研究 我只是自己的 所了解的一些东西 很诚恳地跟大家分享了 你们细节 你们自己可以去看 现在这些法的 你们都有 非常聪明的人 所以就是 用这样写的 而且这个突困的 应该有中文版 现在有中文版 我记得有的 已经翻译是中文了 所以你们看不难的 所以他特别说了 这个老子的 这个思想体系 和他的佛法 还有要说 哦 佛陀的 这个实验 是不可思议的 那些 中国 佛教 没有真正 穿入中国之间 也有接近佛教思想的 很多这些思想 出现 是 一个佛的 一个 实验的一个 不可能发现 当然这是一个佛教的 教度解释 不是历史的教度 啊 这是对新佛的一个 教度的一个 解释的方式 但是至少 这是 他是非常 真名的 可灵 可灵 就是 浪子 那 我当时在这个太大的 我的学生 发给 那个 送给我的 寄给我的 那个里面 也有 这个秦超的时候 有一个铲舌 以铲重的指向 解释老子的 有一本著作 加上有 这个 也有 出版的 就忘记了他的 我后来没有看这个太多 因为我没办法看那么多 这样的话 完全绕栏了 我这个想法 的体系 所以就是我要 依靠哪一个 我还是比较学术一点的 就是比较科幻一点的 不要刻意的 来到这个 佛教的 这个解释力里去 所以我当时没有看待我这个细节 但是有这个 我这个书 还在我的书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这里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件事情 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体股 是 佛教传 你们当中 有多少是跟佛教有关系 我觉得今天的 应该环境的关系 应该一般以上都是 跟佛教有比较有接触的 那 知识系的 跟佛教是离不开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众生大学的一个知识的话 一定会有多少佛教的因素在里面的 所以呢 佛教传入中国 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 没有任何因缘下 这个突然发生的呢 不是 而且 韩传中 这个南川佛教 立中国更紧 那个时候 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有南川佛教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法量广大呢 没有法量广大 OK 为什么有川入 在这个越南呢 在那边都有一部分 但是为什么没有变成中国的中流的佛教体系呢 我都有想过 那我后来发现 哦 佛教传入中国 肯定是本来就是当时的这些 其他的一些因缘啊 当然不是老子带来的 但是呢 一个文化 一个信仰 这个民间要慢慢慢慢要发扬广大 就是要接受的话呢 这个当地的文化和思想 要有一点的连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呢 我发现了 哦 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视频里面 本来有老子的想法 所以佛教真的要有一点清洁感 哦 那个佛教也好像很想我们的老子 没关系 而且翻译的时候也很容易 那个是吧 道啊 那些佛教里面的很多道 嘩 那些都是 其实是 然后 这 那思想和知 知学 终于当时的翻译的一个根本 翻译 很多的 中文的这个佛教的民想当中 就是有老子的这个 有没有 没错 OK 谢谢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学学跟隔音 对 所以呢 这些我们 结论是什么呢 尤其是大乘的 金刚经啊 威魔戒经啊 很多大乘的思想经纪呢 后来在中国特别受欢迎 所以呢 孝春 这个孙文成 这个达成 比较起来的话呢 达成呢 反而呢 更中国人所欢迎的 更 能够有底蜜 更能够有传承到这个 这个这个 以前年啊 那个和地方的文化观念 和这个思想的基础有关系 所以这些方面 我觉得老子有很大的贡献 也就是说 跟老子的这个思想和这有一种 密不克分的一种关系 在后来一千多年的 我我自己看的 看多的不多 但是我看了 没有一个佛教大师批评老子 没有看过 没有 太好了 太好了 对了 我没看过 还好我也有点聪明 就是说 我没有看过 所以这个 我没有法律责任 所以这个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我没看过 绝对永远不代表没有了 这个道理我经常懂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要 这个 就是用这样 所以呢 这个老子的思想 提起里面 和佛教他思想提起的关系 那 在我们接下来讲 慧能的 就是慧能呢 我们刚刚说的 慧能的这个 无想诵 这个是在这个探经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无想诵 在法库上呢 佛光上呢 他们的法师们 藏着有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慧能大师的无想诵 那这个 这个慧能大师的无想诵是什么呢 比如说 慧能的六祖探经的第二篇 第二篇 叫智慧篇 这个智慧篇 讲他的经济 他的思想经济 他说这无诵的那个境界是什么呢 他说 摩赫波罗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 那就是大智慧了 大智慧 摩赫就是大 波罗蜜就是智慧 波罗蜜是什么呢 到达彼岸 但是用白话来讲的话 到达最高境界的那个智慧 OK 所以到最高境界的智慧 最高境界的大智慧 就是在第二篇里面专门讲 老子的这个 探经其实你们一定要看 最直觉的 他的这个讲法有一套 非常好的一个 那个严实的过程 第一 他有自我介绍 第一篇就是自我介绍 非常显摆 他的教学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学方式 他说OK 我今天要讲 我们要讲的是新法 但是首先你要知道 我是怎么努力出来这个法 我自己怎么去应证这个法 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法的证悟 我自己的体会 这个体会的过程 修法的过程 我首先必要跟你讲 他讲了一大堆 就是变成一篇 所以第一篇 第二篇 他展开他的真正的思想体系 就是最后一篇 很具体 很完整的讲到他的距离 第三篇 最后一开始就是 开始要问大 回答问题的环节 很有意思 第三篇 你就是问问题 问净土宗的问题 问当时达姆和梁武帝的这个见面聊天的相关的问题 很有意思的 所以你们不要说他的文言论 跟无关 不是这样的 很多只是我们不够把他翻 这个 整理于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方式表达出来 那些故人的智慧和他们讲法的体系是非常严谨的 佛座也经常传法的时候 先用五圆满来传这个法 五圆满 要五种圆满 道生圆满 讲法圆满 眷父圆满 住所圆满 世间圆满 OK 一个意思就是说呢 非常良好的环境条件 非常认真的学生 非常自身的老师 就该是这样的观念去讲出这个 这个他这个创法的现场 对的事情 充裕的事情 对吧 所以这些我们一些无脑的智慧呢 因为这真的如果是智慧器的 我相信你们本身就是在参考考虑这些东西 这个思考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就是他的智慧的这个会呢 那后来呢 像第七篇当中呢 他和这个学生这些特别的互动的个案 共安 这个产生的共安 非常有意思的 他的一种传说的方式 教法的方式 简单易懂盯到重点 我们现在文化快战的时候 就是更需要老子的这个智慧和方法 所以这些都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是 一瓶一瓶看下去的时候 越看越紧张 越看越让我激动了 当时是这样 所以后来呢 就是 老子原济 原济就是虚测的时候 快到虚测的时候 他也所有都交代清楚了 甚至他的后世啊 他原济以后怎么处理啊 他的川程怎么长下去啊 他的川程怎么长下去啊 他的川程是来自哪里啊 他全部都放这个 这个借在里面 探紧里面 这一次是这个六度探紧 为什么 自古以来 就大家都觉得非常棒 就是这样的 他的 他的 多孔之处 他的殊胜之处在里面 不是别人睡他做广告 这个新校搞出来 这种真正的春景呢 就是越埋在地下 放夜酒 就是越有价值的一样 这些精品就是这样 这叫精品 所以呢 这个现在讲 马拉里巴准致啊 为什么 就那个时候 学马拉里巴 是有原因的 张川佛教本来有四大交派 五大交派 有这种说法 这些精神不用往下 但是他 他们两个是不是 比如说宁马派 龙青派是宁马派 但是他是不是宁马派的 教主 不是 不是 是不是创世者 也不是 他 马拉里巴当时 是不是 甲鞠派 他是甲鞠派 没有说 是不是甲鞠派的 那种 创世者 也不是 那我为什么选他们两个呢 因为他们两个的 思想前期的谷左所留下来的 他们的人生的经历 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他们有独特的一个风格 独特的一个见解 还有代表性的一个见解 所以这样的 那其中 马拉里巴尊治是这样的 马拉里巴尊治一开始是一个 家庭条件非常好的一个独特 不是独特 不是独特 就是一个 对 富二代 富二代 后来小时候呢 就是这个 父亲就是去世了 家庭的所有财产被亲戚抢走了 所以他和他的妈妈 他的妹妹 他们一家三口 过了非常贫困 非常 这种一个 艰难的一个 年轻的事 这个 我以前讲过 马拉里巴和惠能的这个 专机之境 做一些逼对来讲 非常有意思的 惠能也一开始其实 他是一个 贯二代 后来又怕了他的妈妈 所以呢 这是马拉里巴尊治是这样的 后来呢 目前说 他们太欺负我们了 你要去去 黑撒 黑撒 你知道什么叫黑撒吗 乌术 乌术 OK 然后他真的去去乌术 然后杀了三十多个人 用乌术杀了 他害了三十多个人 害了一个村庄 能弄走 因为他要病保 这样病保啊 呵呵 后来他开始发现 这不是正法 开始忽悔了 忽悔了 他真正的想学 就是那个马拉里巴 这个右边的 左边的是 我的马拉里巴 哈哈 他是我的上师 也他有二十一世纪的 马拉里巴之产 所以二十世纪 对 所以他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产生 就是 当代的马拉里巴 但是真的呢 这个原始的马拉里巴 在这边 这个坑坑的那个 那个 当代的马拉里巴 叫虚假尊治 虚假 我现在有关于他的一些 中文也有东西在里面 在这个网站上有看到 所以呢 马拉里巴后来呢 就是他自己 透过各种各样 我们无法想象的 酷刑的方式 他是一个 传统说的 酷刑神 酷刑的方式 达到最高境界的 大输赢的证据 他的证据叫做 大输赢 他也追过大圆满 但是主要是 他修大输赢 你看 大家看看 马拉里巴是这样的姿态 你看我 大家看我 他是这样 对吧 这是什么 他是很那种 撒脱 在开朗 唱歌的意思 他天天在唱歌 他的上词非常好 所以 马拉里巴的专誼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 歌 就是道歌 主要是 他每天 就是在山洞里面 没有什么喝的 没有什么吃的 没有什么穿的 而且在西马拉里山的 那个山洞里面 现在周末人马峰 那一代 偶尔他去尼泊尔经历 偶尔到西藏 就在那边 就来来去去 在修行 长大四十年 他们那一块周末 应该是八十多岁了 所以呢 他真正去修行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后期四十多年的时间 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修行 独化众生 那个时候 他这种方式唱出的歌 都是 智慧 不是那种情歌 不是这么一般的歌 都在讲这个大书音和中管的最高境界的这种 明库波尔 仙库波尔的智慧的境界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段 比起什么叫明库 什么叫仙库 什么叫仙库 我们也来不及讲 但是呢 如果至少 你没有 听到了 有这么一回事 也就可以了 所以明库波尔就是 后来的所有的藏传佛家当中 也就是所有人工人的西藏的大师 所以有一个西藏大师去汉底 做跟那个皇帝建民了 皇帝建民的时候 你们西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 谁是最伟大的英雄 那个大师说 我们有一个叫门拉利巴 他是一个英雄 他为什么是英雄 因为他一开始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 我们一般的眼里 就是他是一个 遭受极大恶业的这样的一个 恶人 可是后来一神奴隶 达到最高层出 就是他叫其神成佛 他这一神就成佛了 所以呢 他就是我们西藏的伟大人 当然 我们一般师叔的观念来讲的话 这可能是这个 什么是慰人 什么是这个 影响是另外一些概念 对吧 但我们西藏呢 就是特别崇拜和 特别新神 即使精神文明 精神思想的文明 和这种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 呢 他就是一个 一个 影响 最大的影响 所以 他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 主要是 强调的 也就是明孔佛儿 和现孔佛儿的这个 中观 英尘派 后来都是中观英尘派的 这个特别的这个智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一般主要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 弄清霸 OK 我现在跟你说讲一下 因为 中传的这个 修行的佛法的建议当中 有三种 一个叫大中观 一个叫大收音 一个叫大圆满 这三个三大 那大中观和慧能 没有什么差别 OK 这是先祖的最高的这个境界 所以跟慧能 没有什么差别 那比较度特的 不一样的 至少这个 这个先祖的就是 没有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 大收音和大圆满 那大收音的修持 达到最高境界 他的这个 迷去度 是这样的一个 大收音的特别的这个 间接的就是 麦拉里巴 大圆满的就是 王秦带大师 那龙秦带大师是什么呢 我现在要很尖端的讲一下 龙秦带大师是 宁马传承力的 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 这个大圆满的传承的注释 他当时是 他就 他有很多名字 他的精灵都在 他的脑袋里面 不要抗资 所以 所以写什么著作都是 全部都在这个 甘柱儿 蛋柱儿 全部都是背的 所以他叫做 龙王巴 龙就是什么呢 很多的经典 太多了 所以商议龙王巴 他叫龙王巴 另外一个啊 当然了西方的那些 有些呢 学藏生初家研究的 这些 藏文的冥想 他们背的非常多 而且也就是 写得非常清楚 都非常清楚 有时候你们是知询系的 如果研究的话呢 无论是来自巴黎的 范文的 藏文的 我建议你们能够对原神的那个发言要有重视 你们年轻是更有能力的 比较年纪大的人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有点困难 所以依赖中文都翻译成中文 其实不是伯洁范 其实八个万你看不一样 这个就是你将来在一个讲带上面讲的时候 这是你你要用翻文的名乡的时候 就是用非常正确的翻文 藏文的时候用藏文的时候 Milalipa其实不是这样 Milalipa 所以我们必须在台湾呢 我们的发音要必须跟这里面去变 那个是多大了 我们用最标准的发音 你跟咱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在你的发音都标准了 如果我们说 家瓦的默契 这是什么 谁呀 哪来呀 他怎么听得到对吧 这是真的这个原神圆灰的 很多的 很多的名乡我们用不上 对不对 但是信徒没有关系 我们提到他们 但是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是要自己有点要发挥这些 写的啊 对不要太就是 因为你们都有用人 尤其都度过那个 反正拼音都比较好发音 发音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有一个参众方面 就是一千年前 参众和大员们对比的方式来 就是呈现他的这个观点的 有一个桌组者叫做 祿黎晴 那我这边讲不知道 有林林随 可是实际上呢 祿黎晴藏一句也句 哇 就他的名字就是这样 呀 所以这段域 我说话是小之计 但是有些这些西几呐 就是对这种真正的文化学习的爱好之来说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吧 一样 我当时翻译慧能的时候 慧能这个名字 我要用藏文写的时候这么写 我其实思考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是要严格地按照中文的写法 又要参考藏文的骨肉的文献 比如说我参考的一个是图根仁波切的 慧能的名字的一些法案 还有一个是公公不教 你知道吗 有一个汉地佛教师 还是支那和 比如叫做江中中 公公不教 他是一个应该是秦朝啊 那个时候 也是200多年前的一个大臣 他会四众议员 蒙古 漫文 汉文 藏文 他写了一个中国佛教史 历史史 这么好 非常好 也有中文办 现在又翻译成中文 再翻译成中文 有中文办 我有电子办 找一找 可以发给你 那个里面的汉文是这么写的 还有就是那个 卡特文哲勤母 千万罗骨 是决定 莫河原作者的看法对的 然后他专门写这个文献的 耶稣西藏的这个 第七 第七省 达里拉玛的时候的一个 宁马的大使 他的 汉文这个名字都写的 我都有看的 才我最后决定我用什么样的写 那我读起来就是汉男 不能变成海男 知道吗 那也是这样的要求 细节都 我跟藏文讲的时候 用汉文的名字 不能以藏文的方式 所以这些人现在过去不一样 现在我们都是在外面 能接触很多的细节的时候 这些对你们的讯息有一点帮助的 那我现在总结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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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千罗大使的 还有一个名字 叫 杰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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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杰南罗 不是杰南罗 不是杰南罗 杰南罗 不是杰南罗 我现在讲龙千罗的一个名字 另外一个叫 杰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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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是什么呢 猫牛的帽做的大的袋子 以前我们西藏人就是装那个牛粉 装什么 反正东西的装东西的 像这样的作用 叫杰南罗 杰南罗 那一直叫杰南罗 杰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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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罗 杰南罗 杰南罗 杰南 杰 那个带那个牦牛的那个帽子的一个带子 他用这种的方式求这个大元门法 而且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革席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但是他的学习他的成就和金钱的关系 所以他还是生活是这样的 他的根本上是叫达玛玛兰子 玛玛兰子是一个木渠的一个大上士 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是 玛玛兰子的观点是收费的 收费的 收费没有钱就一定要倾客 就是有一个那个张绳子 张绳上的那种 以前就是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盘子一样的一个量的 然后就是一个两个就是要受的时候 轮到罗亲坂 他没有钱 他没有钱的意思就是也没有倾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应可以就是交那个学费的 那个时候那个负责那个收费的人 转门看那个上士说 那个三亿兰的那个革席 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革席 革席呢 交不出这个官员的这个费用 怎么办呢 哦 他是有大智慧的人 不要收费 没有关系 上士也是这样开始的 其实上士收费也不是上士爱钱 明白吗 有时候说收费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你才会珍惜这个机会才会认真的 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拥有本身有一种很大的知足了 不是一定的 所以呢这个 但是上士们要看情况 不是一定要老到你的钱 没有钱看不起 不是这样的 他说 哦 他是另一位特殊的情况 不要收费 所以你看他用这种的方式 求到 有时候你们学生 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讲那种大道理来这个的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现在太幸福了 什么都不缺了 所以学的都不好 但以前的他们就是用那种模拟出来的 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要住这样子 所以啊 所以啊 你看我的上士就住在那边 那个他的屋子呢 就是每一米都应该是不到一米 不到两米了 不到两米的 他晚上睡在那边 白天在那边 那个是一个羊 或者羊皮 羊毛 很厚的那个羊毛 然后这个做出来的一个垫子 那个黑黑的就是 他就是三十年住在那边 从来没有装放过 从来没有吸过 从来没有擦过 就是他自己 他好像不能躺 他怎么做 他躺也就是这样 小狗一样 很小 是啊 是啊 就是这样 那像白诺法王 西藏的很多的大上士法王 要来见他 他原地不动 不会去接待他 不会说不要来 也不会说欢迎你 他就是巴虎吹不动 相复了所有的大上士 但是我自己亲自要来 对我可不可以 搅他的闷 他是很厉害的 嗯 他是我的上士 他是我的上士 但是上士是上士 地子是点子 自己要靠自己的 所以就是这个 他的厉害不代表我厉害 这是两回事 你千万不要误解 名师出高徒 但是我遇到那么坚正是真正的佛法修行的一些大德 那就是我以前最大的福气 和内心最开心的人 就是这一点 让我最 这是一个我的骄傲 所以这个王星法最后面写了一个叫七宝字 哦 四心底 四心底是什么呢 你不要读太多书 你传心修心的一个调诀 以根本的一个写法 那是千说未有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经典和论典 所有都再次重新接机 再次重新就是这个用王星法来写出来 所以王星法有大代表性 那 七宝藏 七宝藏哪个厉害 七宝藏里面叫法界宝藏轮 一个叫石像宝藏轮 我前天我们讲过 石像宝藏轮 在这个一个叫琉璃前老师 在中国的大陆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老师吧 后来好像他也是在四川那边 反正就是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一九五几年了 五几年六几年我不太清楚 年纪很大的时候 他是学习藏风佛教 动得藏文 最造成的这些思想 带入到这个汉地的一个 一个 重要的东西 他叫做琉璃前 琉德华的琉 国立众生大学的力 国立众生大学的力 钱 钱 非常多的用词和贵能是非常相似的 那我发现他翻译在中文的时候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鸿河达手银 这些都我都看 中文版的我看 看来之后 就是对我有很多很多的起草 所以呢这个 龙兴巴大师的这个思想就是讲调大圆满 因为这段事情的关系 这个悉性真的很难讲出来 他叫大圆满的体系 门拉迪拜就是大收音 那慧能就是大中观 我们用这样做这个佛教的三大体系的一个思想体系来 总结一下 再加上这个老子就是老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东江西江的讲完 非常谢谢 非常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